有多少人敢吃这个橄榄 但是它却是我们福建人跟广东人的心头好 脆口了 我们下属在这个位置是福州市的敏青县 这里是我们福建橄榄的核心产区 主产的谈头橄榄 非常的优质 听一下这个声音 隔这么远 是不是可以听到它酥脆清脆的那个声音 吃下去之后是清甜回香 没有苦味 它有淡淡的色味 但是它的回甘回甜是比较明显的 之前拍橄榄都一株一株的 没有像这种一片的 为什么会那么好 主要是这里的气候 日照时间比较久 比较温暖丝润 350天的这个无酸期 所以它长出来的橄榄 确实是比较好吃的 有事没事 搅两颗 这个橄榄它除了可以像这样直接搅着吃 有些地方人吃不了搅着吃的 可以做副橄榄 还可以做姜橄榄 你可以把这个橄榄拿去顿瘦肉摊 挤鱼摊去试一下 你们这个村都是种橄榄是吗 这个村大部分都是橄榄 其他没有 你不管山上多高都是橄榄 整个山都是橄榄 都是橄榄 前十几二十年 常常高的地方都是松树 松树林改种这个橄榄 改了嘛 平时要怎么照顾这个橄榄树 一年四季 马上开花的时候我们打一个虫 准备开花的时候涂虫 把虫打一次 但结果就好了 是这样子 你们这橄榄吃起来 你觉得是怎么样的一个味道 这个我们没有牙齿 它们吃的脆脆的 甜甜的 带一点点有没有 对对对 它这个有甜 它要看土地啊 土地不好 它就不会甜 这颗的比较好吃是吗 它它就有吃过啊 是 你还好 或许 离开 它这个回来就是腮花皮的 跟腮大小就可以是吗 所以回来就洗一下 在这里吹缸一下 再在那边刷一下 橄榄回来都要洗是吗 嗯 咬进去会脆还会甜 就是一整年都在做这个橄榄是吗 没种别的 是啊 橄榄茶籽 哦 这边主要是橄榄跟茶籽油 茶籽吧 一点 茶籽丝一点是吗 主要是橄榄 橄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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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